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来比较这个强健控制 以及计算力计划它模拟的一个差异 我们考虑这个系统具有不确定性 以及外劳下分别来比较这两种控制器 它的一个不同的结果 我们同样考虑前面同样的一个手臂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考虑这个手臂的模型的不确定性 以及手臂承受外劳的影响下 分别去模拟计算力计划 以及顺滑模态控制 比较它们的控制结果 在这边我们同样去追随同样的轨迹 但是不一样的部分呢是 我们手臂的感肠质量及贯量 我们只有量测值 没有真实的值 所以它会有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呢 如同下一页的表格所示 那在此之外 我们同时考虑手臂的关节受到外劳 同样的第二个关节也是一样 同样的第二个关节也是一样 Ghand 由第一栏的参数来求得 但是呢第二栏的部分是手臂真实的值 那这个部分 我们模拟的时候会用上 但是控制器本身不知道这个真实的值 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杆的质量真实的是1.2公斤 那我们量测假设只知道是1公斤 那第二杆的质量呢 假设是1.5公斤 那我们量测假设只知道1公斤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控制器具有强健性 可以来解决这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那由这个不确定的质量 可以得到它相对的一个I 如同第二栏所示 那我们就来推导 这一个手臂 它的一个动态模型 那这边动态模型 在模拟的时候 我们要用真实的一个参数 来加以求得 那但是呢 在我们等效控制率的部分 我们只能用估测的模型 来加以求得 那在这个地方 同样的 我们在PD控制争议的部分呢 使用跟前面同样的参数 那切换控制的部分 我们使用前面推导出来的 这个切换控制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 这两方法模拟的一个结果比较 那当我们使用计算力举法 因为使用估测的一个模型 来加以计算 那我们会发现 它实际上追踪出来的结果 会跟前面有所不同 那在这个地方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第二杆的部分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误差 同时呢 第一杆的误差尾分 不会受念道理 第二杆也是一样 那接着我们来看 那如果使用传统的 顺滑模态控制 它的控制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在这个第一个图里面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追踪结果 比前面计算力举法还要好 代表这个控制器具有强健性 同时 由这个误差模拟图 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两个杆的误差都会收敛到0 误差尾分也会收敛到0 代表说 这个控制器 它是一个强健控制 它可以克服外劳 以及系统参数的一个不确定性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它的误差 最后都收敛到0 但是呢 传统的顺滑模态控制 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计算 它会有一个很高频的切跳现象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高频的切跳现象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切换控制率 为了确保系统的强健性 它要做一个很大的误差的一个判断 所以它会有不断跳动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在真实应用上会发生一些问题 因为手臂它会产生抖动 那可能会导致系统激发结构的共振 而导致不稳定 好 我们为了要解决切跳现象 一般会使用饱和切换控制率 来加以改良 什么是饱和切换控制率呢 就是它将切换控制率里面的side function 改变成一个连续的一个饱和的一个函数 来加以取代 那经过这个修正之后 它可以确保在零点附近 不会有不连续的一个切换现象 那可以改善我们控制率局的一个不当的高频切换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接着来看它模拟结果的比较 好 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饱和切换控制率它的一个模拟结果 那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它的追踪结果 跟前面传统的 顺法模拟追踪的结果是相似 但是呢 它在立举的部分 就不会有高频的一个切跳现象 但是这个方法它会损耗某一部分的追踪误差 那我们可以比较 第一个图是 我们在第五个部分 比较了这个计算力举法 以及顺法模态控制的一个控制结果 那针对这个模型具有不确定性 以及外劳 下呢 这个顺法控制它具有比较好的强健性 由于起比较稿